馬路如虎口 單更危險的是車主以為自己已經買了車保 怎知道出事才知道墮入編告 不要以為收到保單就一勞永逸 曾經在2016年 就有編徒冒充保險代理 聲稱可以用低於市價代購車保 直至有受害人遇上車禍準備殺傷 先發現手上的是偽造保單 由始至終都沒有受到保障 據了杜絕假車保騙案保護公眾利益 香港保險業聯會就率先聯同本地科技初創企業 CryptoBlock 推出亞洲首個運用區塊鏈技術 核實汽車保單真偽的認證系統 區塊鏈技術可以或是互聯網時代以來 最具顛覆性的創新技術 透過分散式儲存、共識機制和密碼合原理 去保援內容的電子紀錄像本 技術聽起來很複雜 但用的時候其實很簡單 買了車保的你 只要將保單上特定的二維碼 上載到車保e-check網站 或者在拿牌時 將保單連同二維碼交給運輸署掃描 保單真偽、有效日期等 即時一目有眼 在輕心驗證保單的同時 車主也不用擔心私隱問題 因為所輸入的資料都經過加密 系統也不會儲存任何識別個人身份的訊息 有車保e-check 身為車主或司機的你 就可以為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 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準備讓這道路使用方法 Mm-M? Scoop!